大家好,我是Joyce,欢回到频道 今天又带大家来到了工地现场 那新建房呢,从打地基开始 打地基之前呢,我们要先进行下水道的图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下水道图摄的使用现场 来看看现场吧 你看这个地方呢,是城市的下水道的主道 那所有房子的管道铺设好了之后 要连在这个城市的下水道这边来 这边他们都是队伍作业的分工 而且效率是非常高哦 像这样一个工地的话 他们五个人吧,大概40分钟 就能够把这个管道铺设网连接上 那你看现在呢,就是进行一些 转接口的处理 下来就40分钟就能够全部做完 非常高效 像这样大小的工地的话 他们一天能做10个 如果再大一点呢 一天可以做五个 你看他们干活基本上都没有人偷懒的 很紧净 而且就是配合都很默契 整个施工现场都没有交流的 都是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看 就是各式气质嘛 那边的话有另外几个人在协作 性质跟这个一样 进行转接口的处理 然后铺设网连接上 如果长短不合适呢 反正就是随时切割 你们的工具都很齐备的 你们的工具都很齐备的 量好了之后再把土 然后再往下面垫一下 你看这些管道就是 房子底下的 所以的话如果房子里面的下水道坏了的话 那么就比较麻烦了 要从地下打洞进来 装进来然后才能够修下水道 因为它都是埋在那个水泥干净下面的 你看这边都是机械化桌 有些填图啊 挖图啊这些全部都是用机器 你看它的设备也多 这个新建房呢 风供是很细的 你看像刚才这个就是总共的40分钟 5个人 他们就完成了这个下水道的 图色以连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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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